街上集这么晚了还不睡哀声叹气的 是不是有什么心事有什么事儿你就说一说 别人听听就是帮不上忙 也比你们在心里强啊 王奎一见店小这么通情达理 就把降妖没成的事儿讲给了店小听 店小问先生还有什么其他办法没有 难道这个妖精你就真的治不了 王奎说还有一个办法 不过需要的这件东西实在难找 店小问什么东西啊 王奎说要一只黑眼黑口黑牙黑毛黑血 全身都是黑的小黑疤狗 用着黑疤狗的黑血 我还能治住那个妖精 店小一听一拍大腿说 这有何难我姥姥家就有一只从里到外都是黑的小疤狗 我明天就给你抱来 王奎一听 未完待续